歡迎收看本期視頻,我是9527 那今天要來開TTF展第二十屆 然後買的那個盲盒 Zozo World,然後Business School 然後他這一盒是六支 然後現場買好像有特價,比較便宜 然後買一盒還送一個小盒 那當時我講最理想的狀態就是 撞到一個隱藏版 然後另外就是補到一支隱藏版 補到一支那個缺的那個 不容易,但是也要試試看 這個是獸骨物魚 然後我買之前那個Postplay的 就是有灌籃高手啊,毀滅之刃啊 什麼小丑啊,七龍珠啊那個 那個我應該會找一天再開給大家看 好,那這一次 總共是6加1,七支 一支是送的 我們來開開看吧 不知道有沒有卡片 有卡片有卡片 唉唷,做的跟骨頭一樣 然後卡片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 英文字有刷那個反光還不錯 哇,好大包的乾燥劑 那我等一下來開 第二支 好,沒有重複 沒有重複就好 這可能第二支就重複了 第三支 它其實不像乾燥劑 有點像暖暖包 有夠大 第四盒 第四盒 目前沒有重複的 第五支 喔 完了 第五支重複了 這個是 或許還是有隱藏感 但是會有一支重複的 然後不然就是剛好一整套 然後沒有重複的 這支有了 而且這支有兩支 這支有了 然後這支有了 這支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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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就是 不是這一支 就是這一支 啊 看到角了 就是完整的一套 好 好 那我現在把它組裝起來 有給大家看 OK好 回來囉 那這支開的那個 Zuzu War 然後 Bistrick School 獸骨物語的第一彈 然後它的這支裡面的內袋 就是做那個 眼神有點愛綑愛綑的感覺 然後卡片的話是做這樣子 一個骨頭 然後後面的字的話有刷那個亮面 所以你看你的那個字 它是亮亮的 好 我們來看第一支 第一支是雷克斯吧 暴龍 T-rex 但是這支缺點是 它頭沒有辦法卡緊 它這個好鬆喔 所以等於你不能直接把頭拿起來 它這一套其實做得比我想像中 要來的好 我其實之前一支沒有買 是因為我覺得這套做得應該還好 但是實體拿到手的話 其實還不錯 它其實可以跟我之前買的那種恐龍 比較大隻的 或者以後再買一個更大隻的 就等於原始人對戰恐龍 可以拍一個很棒的場景 然後它這個是 沒有辦法扣緊 欸可以耶 用一個壓就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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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可以 好 誤會它了 它的雙手可以動 然後它的這個頭盔是一個暴龍 應該是不能扳動的 它就是做那個固定的 然後後面還有龍骨 龍的雞嘴骨做出來 然後披風 然後它這個四肢 都是有點綠綠的 然後拿了一把那個骨頭做的那個毛 然後裡面就是它的臉 這是恐龍妹的哥哥 恐龍哥 然後身上也有 魯夫兩年後的那個叉叉 而且它很多叉叉 這隻是暴龍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蛋殼 蛋殼殺手吧 它這個特別的是 它的配件是一個蛋殼 然後手上有拿一根 手骨 骨頭 它的蛋殼是 底座 然後你把蛋殼放上去 以後再把它扣上去 因為它的頭上就是一個蛋殼 頭髮是綠色的 然後身上用那個 破布把它包住的 然後整個身體的 色彩是銀色的耶 它這個是圖銀漆的 看起來就是魔王等級 很強 再來是這個 什麼什麼 Captain 這隻 然後它這個鹿角 是另外組上去的 所以鹿角是兩個配件 然後還有一個長矛 石頭做的長矛 頭髮是藍色 漸層 身上穿著獸皮 然後 它的手臂啊腳啊 還有畫那個 圖騰之類的 然後臉上也有 這隻很大隻耶 擺起來 那個頭上的感覺就是很大 那下一隻 下一隻 什麼什麼boy 海象嗎 它這個是 用那個 可能是海象的頭骨做的帽子 然後有獠牙 然後頭骨上面應該有打一個孔 然後把它的頭髮刷一個出來 做一個辮子 然後一個骨頭寶珠 很特別 然後身上依然有畫那個圖騰 欸這個不是 這個是皮背心 應該是一件小背心 然後腳上 也有畫那個圖騰 褲子的話 可能是用葉子做的吧 因為它有那個 樹葉的那個 紋路在上面 然後金色的頭髮 臉上也有畫那個圖騰 然後拿一個狼牙棒 狼牙棒 再來下一隻 這隻我覺得做得很好 Fishbone 魚骨 這隻 它這個圖騎就不是剛剛我們所看到的那個圖騎 它這有點比較偏亮面 你看現在它就有反光 燈光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魚是有點偏亮面 它是一個魚骨 然後後面有那個 魚身上的骨頭這樣一直垂到下面 還有那個魚尾 但這個它有用一個東西保護的 不然容易短 然後手上也是拿一個 可能魚身上的某個地方做出來的武器 這隻漂亮 這隻做得很好看 很推 再來是這個 它跟剛剛那個路角的那個也有點像 但是它那個角是另外一種角 它是彎的 然後它這個是本來就連在上面 剛剛那個是要 組合上去的 這個是組合的 然後這個是直接連上去的 一個頭 它拿的是一個 不知道是骨頭還是石頭 磨出來的菜刀 然後它是 喔應該是女生喔 它要綁辮子 然後頭髮是做 淺色到那個 深色的 有點深橘色的 還是暗紅色 也不算紅 漸層就對了 然後它身上的那個 圖騰那些是用那個 比較淺的 灰色還是白色來做 勾勒 拿一把菜刀 還不錯 然後隱藏版的話 可能要去看那個TTF展裡面 它有拍到這兩隻 好像有拍到兩隻吧 一隻金色一隻銀色 我忘了耶 對啦 應該是兩隻 它這寫六隻Design 然後兩隻那個 隱藏版 所以隱藏版有兩隻 我來找找看 貼個圖片給大家看 應該就這兩隻 OK 那本期的那個Business School 然後獸骨與第一彈 就到這邊結束 那之後如果有買大型恐龍的話 我會把它擺在一起來拍個照 那照樣來選一下我心中的前三名好了 那第三名的話我會選 這個 這個 因為它擺起來很大隻 然後它的那個鹿 鹿的那個角 做得還不錯 再來第二名的話我會給暴龍 因為我喜歡暴龍 所以暴龍一定有名次 最後一個當然 當之無愧就是那個魚 這隻魚做得很棒 它的圖機感覺還不錯 至少這一套 比我當初想的要來的好很多 那有機會的話 我會把我上次買的那個12隻 加一個12.5的那一套 拍給大家看 好 那本期視頻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視頻請記得點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對 我們下期見 下期見 每一位 檢查 還在第二次 我們下期見